你 学姐 你要走路回去了 嗯 你家会不会很远 要不要载你 不用了 没关系 那 学姐再见 学姐 我载你吧 我发现你还在说没关系 有吗 而且你说没关系的时候 都不是真的没关系 什么意思啊 你爸平常不是都会来载你吗 就我模拟考考太长 他觉得是练球的关系 所以就罚我自己回家 是哦 那没关系啊 以后我都可以载你 没关系啦 又没关系 你干嘛学我 不一样啦 不过 我会不会很臭啊 不会啊 我比较臭吧 我超会流汗 幸好吻不到 没事啦 老婆 这边 找到小泽了啦 这是我老婆 刚刚还好有婷婷帮忙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找得到小泽 你好 谢谢 不会啦 你们儿子很可爱啊 这彩球可以送他 那怎么好意思啊 还是我们找个机会 请你吃个饭呢 请吃饭就不用了 但很欢迎你们常来看球赛 彩球送你了 好啊 谢谢 谢谢 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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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没有吃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啊 你会不会很紧张 你不见啊 我刚刚你不见了 你知道吗 你好 是吗 非常紧张 他们给你了 这就是 我来说 看到小泽 喜好 你怎么这么大 你想到阿姨 你什么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